你知道在不良人6中 有哪些人最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吗 首先第一个就是李世元了 李世元他想当皇帝的心 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李世元也是不矫情的 能当皇帝自然不会放过 在剧里他也确实当上了皇帝 李世元他当上皇帝 是板上钉钉的事 而这第二位虽然说他也想当皇帝 但是他却隐藏的很好 他不是别人 正是石敬堂 石敬堂现在不敢表现出来 是因为他的老丈人李世元还在 但是他私底下的动作就没有停过 先是和墨北勾搭在一起 后面又是暗示李世元要登基 最后他能够当上皇帝 就是靠着给墨北当儿子才坐上去的 前两个都是中原的皇帝 而这第三位皇帝则是墨北的 这个皇帝他也不是别人 他就是剧中的耶律遥官 耶律遥官其实是当不上皇帝的 毕竟墨北已经有皇太子 而他也只是一个皇赤子 他想坐上皇帝的宝座还是很难的 即使条件很困难 但他却非常的幸运 遇到了一个好母亲 遇到了个好母亲 虽然两个儿子都是亲生的 为了让耶律遥官当上皇帝 他还派人去追杀大儿子 而耶律遥官这个没有希望的赤子 在苏里朵的精心安排下 也成功当上了墨北的皇帝 那么小伙伴们你们说 这耶律遥官不是凭本事当上的皇帝 他会不会被推翻了呢 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